汉堡慈禧志工戴着一整箱的口罩 马不停蹄出现在各医院门口 也在私人诊所 还有看护中心 甚至是台湾的企业 更没忘了中华会馆 慈禧科大学生暑期曾经来探访的养老院 院长欧代亲自来接收 这份物资对第一线照顾人员来说 十分迫切且必要 汉堡慈禧人连续四天分送到各地 除了邻近的大汉斯多夫 布克斯特胡德 也远到两百多公里远的帕彭堡 副市长的太太来自台湾高雄 人亲 土也亲 就在去年办了一个很盛大的台湾堡 然后非常非常荣幸 有非常多来自德国各地的台湾社团 来共襄盛举 那也因为这样子就跟 就让人这个在西北边的小镇 跟台湾结下了姻缘 疫情当前在困难的时刻 更能够见证这份友谊互助的美好 在中部的舍林根也因慈禧人的婆婆 就住在这里的养老院 得知欠缺口罩志工特地送来 午餐时间受限于疫情管制 不能够在公共场所用餐 往往是停在路边 打开后车厢就地解决 可难却美味 因为这一路都有感恩心相伴 大爱新闻真山美志工 德国综合报道 一路有专门 这个人 我们也有